日晚间一台乡行车经过十字路口 准备左转却突然停了下来 放慢速度再看一次 当时休旅车左转的时候 一名行人也要穿越马路 没有想到发生擦撞意外 换一个角度看 行人仿佛是被压在车底下 双脚动也不动 经过的民众吓傻了 赶紧微固来帮忙 车头被撞凹 保险感破裂 休旅车撞倒行人 重伤送医 车祸意外就发生在 9号晚间9点半 新北市细致的十字路口 当时发生车祸地点 就是在这个路口 驾驶左转的时候 一次没有注意到 正要通过斑马线的行人 于是发生撒撞 调查发现 28岁的黄姓驾驶 左转同行路的时候 视线疑似被遮住 没有看到38岁的菜姓女子 正要通行 把她硬生生撞倒在地 左手鼓折紧急送医 昨天的一个天气状况 是蛮良好的一个情形 应该是被A柱所挡到 所以没有看到 正在行手的一个路人 另外发生在新北市土城 一名女子没有驾照 还开车上路 没有想到却因为突然谎神 刹车不急 追撞前方四台停等红灯的车辆 没有想到也在同一天 同一条路上 一名考驾照七年 却从来没有开车的男子 错把油门当刹车 一路失控发生擦撞 撞毁将近40台机车 新北市一天之内 接连发生车祸意外 都是因为驾驶谎神 没有注意路况酿货 害得用路人无辜遭殃 记者陈家豪 李洁 新北市采访报道